接下来启用我们的PowerMail 2014 R2版本 启用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208题更正是202题的图档 把它送进我们的PowerMail工作环境 直接把.dgk档案拖进黑色区域的坐标区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按小金球着色 转一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首先要针对曲面的颜色做调整 全选按右键 选取曲面法向调整一致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选错的地方 有没有没被选到的地方 如果说全部的曲面都是咖啡色的 那我们就在全选一次按右键 选取曲面发现方向颠倒 这样子就完成了图形档案的转入 再检查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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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明天咱门